我老公竟然收到了一个女人的转账 转了520块钱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就昨天晚上我老公在陪我儿子玩 然后他手机那个信息就一直在响 我老公说你去看看 结果我打开手机 就看到了 而且你们知道吗 这女的你们猜是谁 是我老公的前女友 但是我老公说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前女友会给他转520 说实话哈 当时我有点懵 我就觉得 你说我老公是零花钱不够 不好意思跟我说吗 然后我就把我的一张卡 吓到我老公手里了 我说以后你钱不够了 你可以跟我说呀 在我面前你可以软弱 也可以有需要我的时候 你不用逞强 然后我就把转账给退回去了 你说吧 这事也怪我 男人在外面身上本来就不能缺钱 这事确实也是我疏忽了 然后我老公就一直一个劲的解释 一个劲的解释 但是我跟你们说 在我心里边哈 我是百分之一万的相信他的 你看两个人毕竟爱过 互相留有联系方式 我觉得也挺正常的 而且每个人都有过去 但是在我心里那只是过去 那是我没来得及参与 你说我也不能怪他呀 如果真是我想的那样 我跟你们说 我还真的挺感谢我老公的前女友的 他知道有的时候男人妈在外面 有可能有个手头紧的时候 他还主动给我老公转账 但是我想说我自己的老公妈 我就不劳你费心了 他得我来疼 因为毕竟我才是他的现代和未来 也不是个手的 是什么 但是您在工作 你们在工作 你们猜中我的人 我想对